各位听众、观众、网友们好 今天是2018年的圣诞节 就是12月25日 按照中国的说法 中国的一般是过春节 春节的话除夕之夜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 圣诞节这一天也差不多 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大年初一 也就是说西方人对这个节日的重视程度 有些机构一年里边从来不放假 唯独圣诞节就是今天放一天假 那是哪些机构呢 就是华盛顿的主要的博物馆 尤其是自然科学、自然历史博物馆 就是Nature History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那么还有很多的机构 平时都是非常的繁忙 但是唯独这一天有些人是要放假的 还有些人是要值班的 比如说警察呀一些这个执法部门 一些机构 那么今天呢在路上 刚才我们出去买点东西 在路上看行人车辆都比较稀少 大部分都是在欢度假日 昨天晚上呢也是在小区周围走一走散步 因为我现在形成了一个习惯 就一天走着沿着小区走一走 左边走一走的话 我也没算这个到底能走多少步 几千步应该是有 一般我们是大概会走个半个小时左右 身上吹一点汗 那是最好的最舒服的 一路上看到这个家家户户啊 张灯结彩 都是那种圣诞的灯饰 有的人家呢圣诞灯饰搞得非常的丰富 除了有小雪人啊 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啊 还有这个北极的一些像企鹅呀 一些这个鸟啊 做得非常的精致 有的人家的那个圣诞灯饰 完全是可以作为艺术品来欣赏 像艺术展览一样 而且房顶上窗户上 有很多的这个圣诞花环的装饰 有彩灯呢 在远处看了非常的漂亮 颜色绚丽多彩 所以我觉得西方人对圣诞这个重视的程度 我们过去在影片中 电视中也看到过一些 在现实中我们感觉到 就是很多人到了这个圣诞季节啊 专门开车到一些社区 看一些人家家的灯饰 非常的漂亮 我记得我原来在湾区 旧金山那一带的时候 也曾经专门看过人家的这个灯饰 非常的漂亮 然后我们都知道圣诞 圣诞就是跟基督教有关系 圣经里边也说 对吧 然后这个大家都知道 说是耶稣基督呢 诞生在一个马朝 这个他的母亲圣母玛利亚 按照这个圣经的说法呢 就是没有一位男士和他真正 当然也有他的男朋友了 但是好像是说这个由于是这个上帝之子 耶稣是上帝之子的话 那么就是说圣灵 圣灵圣子 所以呢 这里边就是有一个问题了 就不好直接说的那么直白 就是说这个到底 这个为什么不能是他的丈夫的孩子 不能是他男朋友的孩子 只能是这个圣母玛利亚受上帝的恩宠 恩赐 获得了这样一位 就是世人所尊敬 并且数千年来都一直在尊宠和这个传播的这样一个圣经基督 这些教义啊 思想啊 文化啦 这一点呢 就是中国今年呢 特别一反常态啊 据说官方到现在都没给一个明确的说法 但是很多地方都说在官方在打压 不允许大家过洋节 要抵制西方文化 过去官方的一些媒体是有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些观点的 但是官方并没有真正的发一个官方的全国性的通知 声明说不允许任何人过西方的节日 只是说在过去有一些媒体的一些文章里边 有过透露过类似的意思 所以现在你如果真的就指责官方说 他抵制啊 或者讲不允许老百姓过洋节 他也会正正有词的说 我们什么时候说过啊 在哪里说过啊 他也不承认 但是私下里面是有这个暗示 所以呢 很多地方今年 就是已经取消了过去以往 在大街小巷 在一些商业繁华地段 隆重的去庆祝圣诞 这样的一些 这个表象性的这些东西都受到了一些限制 甚至我们看到视频网上 还在拆除一些跟圣诞有关的灯饰啊装饰 结果呢 是遭到大家那个内心的一种逆反心理 一种批判 那越是不让过 可能是越有人想过 尤其是年轻人 尤其是这个基督徒对西方文化价值观的认同 不是靠你这个限制过阳洁 就能够做完全给抵制住的 大家知道这个一百多年前 实际上差不多两百年前 西方的一些传教士来到中国 最早的我们现在一些文字记载 不是特别的那个啊 据说是在19世纪初 甚至17世纪末就开始有传教士进入中国 但是具体的这种情况 我们不是特别的有把握 所以我们一般通常会说 从19世纪开始 有比较明显的 或者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考证的 是有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进行传教活动 尤其是到一些偏僻的落后的山区 还有人来传播基督教 一开始呢 中国人是不接受的 后来只有说这个有些人得了大病 出了一些这个意外灾难的时候 那么这些传教士利用这样一些 现代的科学知识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帮他们治好病 教给他们一些有用的生活方面的 这种卫生知识等等 这样的话呢 才使得这个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慢慢的有人会 特别是孤儿啊 一些孤寡的一些老人 可能就会愿意接受 基督教的一些帮助 慢慢的这个教义就得以传播 推广 所以呢 到了20世纪的时候 基督教在中国已经有相当的基础了 就是很多地方 不但有了基督教的这个传教士 而且还有一些地方性的这种小的诊所 有基督教的这些传教者们 他们有这样的医学知识 然后呢 还开新的学堂 教授一些新的现代知识 包括这个数学啊 几何了 化学了等等 这样的一些知识 物理学的知识 所以慢慢的越来越受欢迎 大家都知道这个20世纪后来 教会所办的大学 在中国传播的非常广泛 那么据不完全统计 就是比较正规有名的 有影响的大学 那么在49年中共掌制 这个接管政权或者占据中国大部分地区 这一段时间的一个最基本的统计就是 有31所基督教或者教会所办的大学 当然其中也有天主教的大学 当然以基督教大学为主啊 其实我们讲这个天主教 其实也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了 现在说起来的话 就是容易混淆 比如说这个东正教啊 这个三大宗教 实际上起源其实都是来自于 就是耶路撒冷 那么跟圣经里面的这些内容 有密切的相关性 那除了刚才讲的31所大学以外 还有大批的这个医院 有名的医院 像这个同济啊 这个同仁医院 说错了啊 同济是大学 同仁医院啊 协和医院啊 精灵这个医科大学的这个 附属的一些机构 跟医院相关的啊 还有这个像湖南长沙的 湘雅 湘雅这个医学院啊 什么这一类的 在成都还有个华西 华西医科大学 华西医学院 最早都是教会建立的 这样例子还很多 就是说我举不过来 太多了 就是中学 教会中学 教会小学 还有大量的这种 这个慈善机构 教堂 甚至御英堂 但是我们知道 过去我们听到 御英堂这个词的时候 都会把它看作说 中共宣传的那一套 就是帝国主义 这个残害中国的 这样的一个工具 说把这个婴儿稿去 解剖 然后呢 甚至把孩子的 这个身上的器官拿去卖 拿去这个怎么样 甚至还有人说 吃婴儿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样子的东西 听了以后 非常的令人恶心 以后我们再看到 御英堂三个字的时候 就产生一种强烈的 这种愤恨和逆反心理 但是哪知道 这都是中共搞的一套 这个一种 怎么讲呢 污蔑的办法 甚至那时候 只要你一信基督教 人家都说是 打着 这种属性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